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 与善知识心灵对话节目 今天是2月4号对吧 对 也正好是我们农历新年的除夕 我们的工作团队特地共居一堂 跟大家辞岁拜个早年 是 师父说 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日之际在于晨 其实一年的结束也就是一年的开始 所以在这个岁末之际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闪心总结吧 各位你们理解的提议非常的好 可是我先问大家 与善知识心灵对话节目的主角是谁呀 善知识心灵对话节目的主角是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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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与善知识心灵对话 顺着理解的提议 我就想我们不妨呢 大家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讲一些你今年的学习成长的收获 或者是做了什么善行呀 或者是有什么好的学习呀 分享给大家 让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启牌给善知识 跟善知识的心灵对话 您觉得好不好 好 那谁第一个 谁先开始这个也可以 家姨好紧张哦 大家好我是家姨 我应该算是比较后期才加入这个心灵对话的团队 那总结这一年我觉得很多的学习跟感恩的地方是 这一整个团队 大家都是在自己的专业上非常的努力精进 但是除此之外呢 我们非常的互相帮助 然后不管是在行政上啊 或者是交通上啊 等等一些相关的实衣住行等等这样的问题 都是靠着大家所有人的帮忙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感人 很窩心的一个团队 真的谢谢谢谢大家 所以呢 不要忘记有黄带很多的后制的团队在M4号的工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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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恩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 我 我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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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学习的心得 是 刚刚看到我们每次录制的现场有这么多的工作人员 其实刚刚就让我们一刻感受到一件事情非常的印象深刻 每次我们要录节目的时候有好多集要录嘛 对不对 但是 每次我们在录制一段的时候都会觉得 诶 这段take好不好 会不会OK 感觉下一次再录 感觉会更OK 那我多录几次会越来越好 可是我们录那么多次的话会不会就时间不够会当录到之后的工作 一定会 那我们怎样去选择说哪一次录的是最好的一次最适合 啊 就是这个take 这真的是一个要很高很高的智能 或者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经验累积的善思识 所以我就觉得哇 我们录制这个善思识的这一个瞬间 仿佛在完成一件善思识的学习 真的是让我觉得哇 好像学到了很多东西还要很多东西要再去学的一个感受 你们大家分享 谢谢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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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还记得去年我们一样是那个新年特别节目的时候我问了法师说要怎么样把就是我自己家里有一些杂物啊或什么去丢掉我干嘛 因为我在这上面一直都有碰嘛那法师说要舍得这样子 那在今年我今年我有就是也做了一些功课 然后在心里也下了一些举行 哇 那我也对 然后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然后终于让我家整理出了有一个客厅来 哇 哇 我对不对 好容易 对对 你又来说就是身体力心 对对 知道我就要做到 恭喜恭喜 太好了 谢谢 好 那接下来 嗯 我就讲一个今天发生的事情好了 就是早上来的时候 其实今天早上的我们现场的安排有很多地方不顺利 然后老实说我真的早上就很不高兴 就是觉得说这东西为什么这样或者为什么这样 我觉得我们已经拍了两年多要迈入第三年了是不是应该要进步一点啊 就当然不是只说大家就是我自己也是 然后后来想一想的 的确我还为了这事情在生气到我真的没有进步 然后也跟就是朋友们聊了天以后发现其实 事情会是现在呈现的样子不是只有我看到的那个样貌 背后有牵扯到很多人很多事那我去聊天之后我发现大家都很用心在付出 很用心在自己的港关上面努力那当然还是会有可能没有尽善尽美的地方 但是真正做事情的重点是不有说过就是呢 就是呢我们要在做事的过程中提香自家 所以我很感谢能够在这里学习这些 哇 谢谢 其实圣杯它不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还是非常出色的编剧 而且我这个剧组的服装也是还在做事 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啦 大家好 我是佳琪 对 那很高兴其实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 荣升导演 对 荣升导演 很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来承担这个工作 那我觉得其实做这个工作我是很开心的 我觉得它我从中真的获得了很多 无论是这工作 导演工作的本身 或是跟大工作 或是在写剧本 在学习扇子之旁边 其实都有很多的收获 那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有什么建议 或是回馈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这样子 感谢大家继续努力 太好了 我想我现在要分享我们新年吉祥话给大家 我们珍如老师所著作这本 希望新生的第一百则 他问说 你的双眼想看到什么 双眼从一个窗口看出去 是看到满天的星辰 还是地上的泥泞 选择权 全是在自己 我选择看什么 我的世界里就有什么 哇 太棒了 谢谢 我要念一段 在第十七则 坚持美好的善心 你知道 用一个美好的动机去面对每一件事情 会让事情都变得单纯 一个善心 坚持始终 遇到敌对的眼光 北方的声音等等 不论你到什么 还是要坚持你的善心 哇 太棒了 谢谢两位老人家 谢谢 希望先生老师的法语给我们 所以今天在现场 不论是年轻的朋友 他们的学习心得 或是老人家分享师长的法语 对我们来说 都是我们内心非常真诚的 对善知识的一个期白 所以这个对话 也希望能够 让你们得到受用 那其实呢 在我们所有的制作团队中 除了我们有很多的 像嘉宜刚刚说的啊 编剧啊 导演啊 摄影啊 灯光啊 还有很多的行政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就是场地 因为场地的租界通常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可是我们真的非常感叹师父 就有师父非常多的弟子 愿意无常的借我们场地 比方说的像是 俗燕师姐 文真师姐 还有以前的贵音师姐 还有丽音师姐 那么我们今天 要请一位代表 来谢谢她 就是我们今天在拍摄的现场 这个场地的主人 是我们的玉兰师姐 不客气 那我也非常感谢 给我有机会共造商业 那非常的感恩师父 带领了我们这个团队 然后让我有一个清静学化的地方 我的生命的确是翻转了 然后我的家人也感受到我的不同 非常感恩师父 谢谢 谢谢师姐 谢谢 越来越说的话 其实都是我们的阿欣女文化 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其实就我们的戏剧表演来讲 我们也会越来越 提升自己 提升自己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恳求大家 尽量多给我的意见 然后也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 让我们不断的去 向善知识西求最正确的答案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结尾 是 哦 麻烦杜柯 我们非常欢迎 也感激各位的收看 我们敬祝各位 祝年如一 祝世吉祥 与三知识心灵对话 提升了我们看现实的深度与好度 也提升了我们生命的高度 心灵对话全部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祈愿何乐便人间 祈愿人间天上 所有的友情都能够互相帮助和母共处 少壮者勤奋正直 年长者智慧慈悲 敬掌尊贤 慈幼弱小 佛菩萨慈悲的精神如风吹拂 善意如柳绿成映 何乐如花开四季 山河如画徐徐展 暖意如春便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